正在嘉义有一名患有严重奏遇症 不宜独自外出的妈妈一名妇人 她就趁着家人不注意骑着机车就出门了 后来女儿在华兴桥巷发现了妈妈的踪影 没想到两人一阵拉扯 机车的钥匙不小心掉到了桥下 这妈妈居然就瞬间往下面跳了下去 吓坏了女儿 还好警消连忙救起人没有大碍 小姐还没有需要什么东西 女儿赶紧帮母亲的头部直线 还将她紧紧涌入怀中 原来是情绪不稳定不宜独自外出的母亲 趁着家人不注意骑机车出门 后来女儿在华兴桥发现了妈妈的踪影 想不到两人在拉扯之间 竟然不慎将机车钥匙掉到桥下 母亲就竟然瞬间往下跳 女儿因为拉不住妈妈 眼睁睁的看着母亲摔落桥底 警消人员也紧急的前往现场抢救 来 慢慢绑哦 好 最绑 我不知道 动作就在摔摔的 不可能啦 应该是从那里 不知道啊 她就慢慢站起来 我不知道啊 现场发现有一对母女 她们坐在桥下的石头上 女儿正在对母亲 做心情上的一个安抚 在安抚情绪后救难人员利用绳索 顺利的将这名母亲从桥下救了上来 送一急救 经过治疗已无大碍 这么自然的东西 散伤